穿成炮灰女配 不仅睡了当朝太子 还与太监定下婚约 看着眼前性感裸露的太子 她表示 男人能忍 自己却不能 可这一旁的太监又是怎么回事 洞房发烛 开什么玩笑 作案工具都没有 洞哪门祖房 就在前一天 穿越后的夏甜甜表示 既然是炮灰 索性躺平百乱 逛逛青楼也是个不错的选手 可这一直叫嚣着自己是太子立修警 又是怎么回事 夏甜甜当即秒走 不愧是专业的 不仅将自己绑好 就连演技也那么真实 看着身下不断挣扎的人 放心 姐姐会好好承认 可太子却不想 要不是被暗算重要 怎么可能连个女人都推不开 但此时的甜甜可不会放得来 好不容易发了大假期 可得对得起这个假 来 叫声姐姐听听 说不定我就大发自卑 放你 随着甜甜不断的放肆 太子隐忍到了基 只能开口 小声屈服道 姐姐姐 这不开口还好 现在好了 听着这栋人酥碎的声音 甜甜表示 不疼不行 对于眼前出而反而的女人 太子表示 都提醒了那么多次 那接下来可就是你自找 此时的甜甜也意识到了 气氛的不对 只听色达一声 刚刚的女上南下 瞬间调换了位置 甜甜震惊 自己要的可不是这种服务 没办法 太子本就打算放过她 谁让她非要送上来 拉弓可没有回头见 现在后悔也不及 说罢便将纯锁上去 省去这里的两小时 知道你们不爱看 结束后的太子 还不忘询问 身下的女人合口满意 只见甜甜一山凌乱 自己就只能再接待烈 暴起甜甜就准备进宫 没过多久 侍卫便过来询问 殿下没事吧 只见太子将能拉开 手摇折扇 没事 景言 我们走 看着眼前的太子 景言有些好奇 殿下种的药是解药吗 谁给的解药 只见太子小脸一红 没想起床她上的女 虽然没真正坐下去 但也多亏了她才能疏解毒性 而这幅表情落到侍卫眼里 便真的以为眼前截身自号的殿下 已经被拉手货花 侍卫抱强痛哭 自家的白菜就这么眼睁睁地被摧抬 简直是罪 放心 我绝不会放过玷污女 蔽子 小点声 看来下回发生这种事 绝不能让景言知道 等等 下回 影还穿书后 静怡不小心把当朝太子压在了身下 他还以为这男子只是楼里的小官 因此对七百般调戏 要不是太子被人暗算中了药 他可能就被就地正法了 而现在他的攻势如此猛烈 哪怕不是太子是个太监也顶不住啊 姐姐可是花仲金专门来寻花问冷的 快叫生姐姐来听听 说不定我一个开心就大发慈悲地放了你 姐姐 姐姐 哎呦我的乖乖 让姐姐好好疼疼你 太子怒了 没想到这女孩竟出而反而 明明他已经提醒过了很多次 那么接下来就是棋子找的了 女孩顿感气氛不妙 结果下一秒 他就被对方反压在了床上 没想到他头一次来青楼找乐子竟被小官反过 等等 他要的不是这种服务啊 可拉宫没有回头见 男子的唇已经霸道地附了上来 怎么不说话 还满意吗 你你你 我要投诉你 可这时门外竟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太子紧一分钟居然就整理好一桩走不出来 吩咐侍卫赶紧走吧 路上侍卫不解地问 殿下您不是中了药吗 药怎么解了 谁拿的解药呢 太子听后脸一红 脑海里不自觉地浮现出了青楼里那女孩的脸 虽然他们没有真正坐下去 但却多亏了那女孩他才疏解了毒性 而侍卫在看到太子这副娇羞的表情后就顿感不妙 难道殿下是被某个女客给落手摧花了吗 殿下呀 您可一直是个洁身自好的好男人啊 寝殿里甚至连个避你都没有 要不是那死太监给您下药 您也不会为了找解药来这青楼 更不会失了清白啊 闭嘴 小点声 而次日一早 青楼逛了一整宿的将军府小女儿夏甜甜才终于回到了家 她的父亲气急败坏 怒斥她大婚将至居然还敢去烟花之地 还不跪下认错 可夏甜甜却坚决认为自己没错为什么要回 只因她曾是个21世纪的现代人 因看二次元慢慢解说的漫画太上头莫名穿越进了漫画中 成了其中一个无足轻重的同龄女配 将军府小女儿夏甜甜 而且她的将军父亲居然要把她嫁给一个太监 这她哪能情愿啊 估计这辈子她都没有雨水至欢的机会了 虽然昨晚没做到最后 那她婚前体验一下怎么了 没想到这时大哥竟开始哭得稀里哗啦 都怪大哥没有管教好你 大哥对不起父亲 对不起死去的母亲对不起全天下的父老乡亲 夏甜甜赶紧拉住了大哥的手 才就下了那张俊脸 爹爹无奈罚她去祠堂跪下四过一碗 她本来觉得不就是跪跪而已也无所谓 谁料爹爹居然还不许人给她送饭吃 把她饿得差点晕厥过去 早知如此 她就不那么刺激老爹了 没想到这是她的双胞胎二哥竟出现了 让我瞧瞧 看来有人又得罪爹爹在这里受罚了 夏甜甜整个一冷磨脸 你要是来看热闹的就快走 结果发现二哥居然带了一筐宝贝食物 这让他瞬间变脸 好哥哥别走 你是最好的哥哥 二哥见他嚼都不嚼就大口吞咽着手中的食物 于是劝他慢点吃 干嘛自找苦吃非要闹这一处 可他也不想啊 谁愿意嫁给一个烟人 而且那大太监可是皇后的心腹 如今权亲朝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而且冷血无情手段很烂 光看人物简介都知道是个反派大宝 他若嫁过去 肯定要么被整死要么陪葬吧 这处女孩居然穿梳成了大名鼎鼎的将军府小姐 可他父亲堂堂开国将军竟沦落到 要把他嫁给一个太监的弟子 这太监可是皇后的心腹 冷血无情手段很烂 光看人物简介就知道是个反派大宝 他若嫁过去 估计要么被整死要么就是陪葬 哥 我的好二哥 你快带我私奔吧 别闹了 我们可是兄妹啊 那也比卖女求荣 牺牲我换取荣华富贵好吧 妹妹你要这样想 反正她是个阉人又不能对你做什么 为了将军府你就忍忍吧 夏甜甜的脸瞬间黑了 听听这是人说的话吗 苍天啊 我好可怜 为了将军府牺牲了自己的下半身 啊不 下半身的幸福啊 可他的二哥终归还是了解他 下一秒就给他递来的一匹金元宝让他收着 果然他秒变脸 架就架把难道他还能怕得太监了 而次日他变上了喜叫 一路敲锣打鼓好不威风 他一个人坐在教内紧张的拉了拉车脸 没想到一个太监取亲居然能搞出这么大阵仗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皇家取亲呢 看来这大太监的实力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大 很快轿子变到地方了 新郎迎叫 新娘出轿 夏甜甜搭上新郎的手抬眼一看 没想到这太监竟是个大美人 大太监一问 夫人为何这样看着我 大人太好看了 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那夫人若喜欢 以后可以常看 夏甜甜这才反应过来 大太监生平最讨厌被人夸漂亮 该不会他嫁过来的第一天就要被嘎了吧 而这时 太子殿下也嫁到了 一个宦官取亲 太子还上门祝贺着面子给的也太大了 而当太子出现时 他竟意外发现 这不是他昨夜在青楼睡的小官吗 怎么会在这 该不会是来告发他的吧 随后就见他身旁的大太监 对这小官说了句拜见太子殿下 他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这小官就是太子殿下 本书中女主的亲弟弟 看来他要玩完了 不小心睡了封批女主的亲弟弟 会是什么下场 还有这太子为啥会去青楼当小官啊 难道是有什么特殊癖好吗 真是把他害惨了 他拼命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躲到了大太监身后 可大太监却偏偏在此刻 Q了他一下 夫人 还不快拜见太子 夏田田只好夹着嗓子 对太子恭敬的行了义 大太监奇怪 问他捏着声音做什么 夏田田无奈 心想他俩难道就不能不注意他吗 可紧接着大太监 又邀请太子殿下入席 他真是醉了 怎么太子还要入席啊 这可是反派大报所婚宴 太子一个正派女主的弟弟 跑过来凑什么热闹 但幸好 现在及时已到 他该和大太监去行李了 于是他谋划着 等行完李 就赶紧找个理由 去婚房里躲起来 可下一秒 他竟脚下一半 直接当众给大家表演了个平地摔 大太监傻眼了 连带着一帮子路人 也都愣在原地 这下完了 他的模样还被太子殿下认出来 苍天了爸爸妈妈 他还不想死啊 一辈子应该很容易过去的吧 看来他还是下辈子 在体面的活着吧 大太监体贴的 将他扶起来安慰到 夫人还真叫人意外呢 其实我也挺意外的 居然还敢接话 胆子不小 紧接着大太监 又冷冷地威胁众人 今天是不会传出去的 对吧 众人频频点头 称大家什么都没看见 随后他们便积蓄一试 马上要准备拜堂了 还穿书成一个小配角后 竟被迫嫁给了一个太监 可在与太监的洞房之夜 来的却是当朝的太子殿下 完了完了 这难道是找他算账来了吗 太子走进质问 昨晚你一个未出阁的女子 在青楼对我上下起手 难道是大太监派你来的吗 夏甜甜不明所以 你在说啥 当小官难道不是太子您的特殊癖好吗 太子的脸瞬间羞红 你在胡说什么 夏甜甜恍然大悟 难道你以为我是被派去对你下套的吗 天拉露太子 我昨晚去青楼真就是为了找小官的 咱们都是成年人了 这事能不能就当没发生过 以后我们乔归乔路归路 各过各的行吗 太子听后错了 没想到这女人竟和她穿越过来 前那个时代的人一样开放 她姑且信了 好意提醒夏甜甜若想要活下去 就千万别试图得到那大太监的宠爱 夏甜甜表示自己没兴趣 太子殿下还是快走吧 忽然被那大太监发现了 她可没有好果子吃 太子突然不悦 抚摸着她的肌肤 问她干嘛就这么着急 跟自己划清界限呢 好歹也有过肌肤之亲 何必这么冷漠 夏甜甜赶忙否认 谁跟你有肌肤之亲了 我们那时候根本就没 没什么呢 没 没 没做到最后吗 害我白花那么多钱 哦 你似乎很懂啊 你到底有完没完 还不快走 太子这下终于被打发走了 可临走前却还要再装一搏 好好在这大太监的府邸活下去吧 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 放心放心 本姑娘可是从太子床上 都能全身而退的女人 无需阁下操心 结果下一秒太子就摔了个狗啃 咒骂这女人居然敢藐视她的能力 而过了差不多半个时辰之后 大太监才终于来了 夏甜甜已经等得睡着了 憨声如雷震耳欲容 大太监看到后很是无语 没想到这将军府的夏小姐 心不是一般的大 是二般的 而夏甜甜在半睡半醒间 静瞄到房内 有人在稀稀苏苏的换衣服 那衣袍下斩露的结实且光滑的腹肌 难道是她不花钱可以看的吗 忽然太子的警告响彻在她的脑海 如果想要在这活下去 就别试图得到大太监的处外 她被吓了一击零 原来这个正在宽衣解带的是大太监 那可不能看 看大太监的身体是不要钱 但是要命啊 于是她赶紧铁过头捂住眼 大叫着使不得 使不得呀大人我什么都没看见 没想到大太监静完威的勾起了唇角 主动凑了过来 夫人怕什么 今晚可是我们的洞房花主意 为夫自然是要陪夫人的 不不不不大人 大人不必勉强 我真的没有那方面需求 没有的没有的 她不禁在心里吐槽 大太监难道是在开玩笑吗 明明连作案工具都没有 要动哪门子房 太监在新婚之夜来找夫人洞房 结果却被嫌弃没有作案工具 动得哪门子房 可实际上她早已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只见她神秘地拉开了床头的暗霞 里面放着的都是她珍藏多年的宝贝道具 来 夫人赶紧挑一个喜欢的吧 夏甜甜感觉自己的三观瞬间破碎 没想到古人玩得居然这么花 虽然她早就知道这太监变态 却没想到这么变态 果然身体缺陷容易引发心理扭曲 心理学成不弃她 为了保住节操 她不得不想了的法子跟太监坦白 大人 实话跟你说吧 其实我喜欢你的 大太监听后瞬间傻眼 夏甜甜则暗自得意 看来若想在变态手里活命 就要比变态更变态 让变态无路可走 为了让这个借口听上去更真实 她甚至还开始假装起了娇羞 大人 我娘死得早 我爹把我当儿子养 家里也只有哥哥 所以我从小就没把自己当姑娘 会喜欢女的也很正常 大人该不会嫌弃我吧 大太监听后迅速将道具锁了回去 怪不得她总觉得这女人十分粗意 原来是这样 只见门砰的一声 大太监离开了婚房 夏甜甜松了口气 感叹今晚也太刺激了吧 看来她还是得赶紧想个办法离开这里 不然还没被整死 她估计就先要被吓死 与此同时 大太监从房里出来后就对侍女嘱咐道 明天一早你去提醒一下后院的女人们 以后都离夫人远点 只因后院里的那群女人们几乎都是别人的眼线 万一夏甜甜跟他们搅和在一块勾搭了去 那就麻烦了 可是女听了这话后 却吃醋的以为大太监是害怕夏甜甜被人欺负 没想到才刚嫁过来 就惹得大太监如此偏袋 不过大太监可没说后院的那些美人们不能来参见夫人呀 怎么说夏甜甜也是刚进府 高低得给个下满威吧 于是次日 还在睡梦中的夏甜甜一大早就被丫鬟给拖了起来 丫鬟告诉她大太监的那群妾室们都来给她请安了 现在整个府里的人也都知道 昨晚大太监没有在她这过夜了 若是她没有夫君的宠爱再被那些妾室们看低 往后在这府里可怎么办呢 还不快只能起来好好梳妆打扮 可夏甜甜一想到昨晚的那些夫君宠爱就不觉浑身发毛 还是算了吧 这样的宠爱她可销售不起 然而丫鬟却为了她能咽压群方操碎的心 为了她不在小妾们的面前丢面子 几乎把盒子里所有的首饰全都插到了她头上 这让她头晕眼花 总感觉自己的脑袋有三百斤重 随后这些女人们便一个个前来朝她行李 原来这就是权力的味道 能有这么多各色各样的美人吗 如果她是男人 估计得乐死了 丫鬟赶紧在一旁提醒她快擦擦口水 她这才回过神来问各位姐妹今早前来有什么事呢 妾室们开口道 如今府里有了夫人主事 不如就由夫人安排我们轮流伺候大人如何 这样大人也能雨露君瞻 可夏甜甜听后却忍不住在心里吐槽 那可是个太监呢 居然还想让太监雨露君瞻 想太多了吧 可等等 莫非是有妾室被那太监糟蹋怕 想将压力转给其他人吗 那可不行 她可不能让这些娇滴滴的美人们被那太监给扩害了 于是她立刻将头上的金钗摘下往桌上一排 平日李大人都在哪个姐妹的房里过夜的 快报上明来 夫人我重重有赏 一个太监的后宫居然有整整三千家里 但她只知道娶 从不宠幸其中任何一人 可刚嫁进府来的新夫人夏甜甜却并不知道这些 还把头上的金钗取下往桌上一排 平日李大人都是在哪个姐妹房里过夜的 快报上明来 夫人我重重有赏 结果妾室们在听到这话后都一片死寂 只有侍女知道 大太监从来没有宠幸过任何妾室 但为了掩饰 她便故意说若夫人这样问的话 受宠的妾室是不会开口的 怕遭人嫉妒 于是夏甜甜只好换了种问法 那昨夜是谁伺候大人的呢 只因昨夜 是她与大太监的新婚之夜 可中途大太监却将她一个人留在了房中 那新婚之夜还要去宠爱的人 一定是大太监最喜欢的妾室了 她可真是太聪明了 逻辑鬼才啊 可没想到 此话一出回应的竟不是小妾儿 就是这个侍女 其实大太监昨夜睡在的是书房 她在一旁伺候端茶送水来着 可在夏甜甜眼里 她已经被默认为大太监最喜欢的姑娘了 紧接着一把金钗就被塞到了她手上 好姑娘辛苦你了 要不夫人我做主台你做银娘吧 夫人 夫人使不得 走走走 我那里还有些其他珠宝首饰 你看看还喜欢哪些 我直接送你 夏甜甜得意极了 终于让她逮到个反派大牢重新的你了 那她怎么能轻易放过这种抱大腿的绝佳机会呢 可在两人身后 小妾们都恨意满满的盯着这侍女 难怪大太监对她们丝毫不上心 原来活儿都是被这侍女给勾走的 侍女只觉毛骨悚然 感觉到背后有满满的恶意打在身上 心想晚了 自己这是遭夏甜甜算计了 于是下午 侍女便一个人来找到了大太监主动跪下认错 大人 求您不要赶走我 求求您 你一向沉着冷静 今日这是怎么了 夫人觉得昨夜是我伺候了您 说要做主把我抬为姨娘 大太监听后眼眸咪了咪 害怕那夏甜甜不会是看出了什么吧 于是她便主张让侍女先离府 不然若被查到些什么大家都会有危险 时间到了婚后第三日 夏甜甜盼星星盼月亮盼的回门终于来了 只见她一见到父兄就开始求救 让父亲和大哥赶紧想想办法 把自己从太监府里弄出来 不然 她早晚都会被那太监折磨死 父亲听后呵斥她胡闹 她现在可刚成为那大太监的夫人 怎么可能合理呢 爹 我其实已经想好了 只要我炸死就可以了 不行 这可不是过家家 哪有那么容易 没想到这世门口竟突然走进来了个衣桌端庄的女人 还响亮地回应道这计谋可行 来者是当朝的长公主 也是这本书中霸气的女主角 夏甜甜看到后激动极了 心想长公主难道是要站在她这边吗 可这世公主的身后竟又冒出来了的太子 这让她原本灿烂的心情顿时跟吃了别一样糟糕 她的父亲和大哥立马跪白 她则愣在原地紧张地不行 直到父亲在一旁小声提醒了她一句快醒 她这才回过了神来准备下跪 没想到长公主竟在这世突然扶住了她特许她眠 还心疼她一个如花似玉的妙龄少女竟嫁给了一个燕人 真是受委屈了 昂唐定国大将军的女儿居然被嫁给了一个太监 而且她父亲还不支持她合理 让她在太监府苦苦熬着 这让当朝长公主都看不下去了 觉得夏甜甜实在可怜 甚至都决定给她父亲支招 大家一起将夏甜甜从那太监的手里救出来 可她父亲却不愿接受长公主的帮助 还称他们夏家一向只忠于圣上 从不站队 长公主听后一脸恨铁不成钢 说父皇现在只顾炼丹不理朝政 皇后和那大太监则在朝上兴风作浪 难道夏老将军就打算这样放任不管吗 可夏老将军听后依旧固执 我们夏家世代效忠天子 太子若成为天子 我等自当效忠 长公主怒了 夏老将军已经害了自己的女儿还不知悔改 那大太监为何娶你女儿你应该比谁都更清楚 夏老将军听后看向女儿的眼神动摇了 夏甜甜这才知道 父亲对她原来是有愧疚的 可现如今夏家若站错队 全家都会性命堪忧 所以父亲只能让夏家保持中立 因此才会如此固执的吧 而长公主见夏老将军不好说服 便开始对她下手 本宫知道你是个好姑娘 若夏家肯支持太子 事成之后就让你当太子的策匪 你一下如何 夏甜甜听后愣了愣 下一秒就被站在身后的太子吓了一跳 太子深情地看着她 期待着她的回复 可在她眼里 太子的目光却被她误会成是凶狠且犀利的 于是她哆哆嗦嗦地回复长公主 谢 谢谢长公主厚爱 可 可臣女不想嫁给太子 太子听后傻眼了 毕竟质问她为什么 夏甜甜被吓得整个人差点缩进墙里 看太子这样子 好像是被她拒绝伤害到自尊了 于是她赶紧澄清 殿 殿下 我没有嫌弃你的意思 好 那你给本宫解释清楚 为什么不选我 夏甜甜苦啊 难道要她剧透说最后长公主当了女孩 所以太子一定早就死了 她若做太子妃的话 结局肯定是给太子殉葬嘛 那太子不得当场弄死她呀 于是她只好找了个听上去比较合理的借口 那个 臣女已经嫁过了人 配不上殿下的侧妃之位 无妨 本宫不嫌弃你 我抄 这都不嫌弃 那只能豁出去了 殿下 使不得呀 臣女还去过青楼 曾和那里的小官呜呜 本宫 不在意 全场顿时寂静 没想到太子的心居然这么大 长公主更是走上前来赞许道 皇帝 原来你对夏小姐这么情跟深重爱意满满的 可只有夏甜甜知道 这哪里是爱意分明是杀意好吧 她不就不小心睡了太子一次吗 不至于要了她的命吧 可紧接着太子竟对她的父亲承诺 侧妃之位将永远给夏甜甜留着 若将军府需要帮助可以随时来找自己 终于 长公主和太子离开了将军府 夏甜甜长舒了一口气 心想这太子拿的该不会是个作精剧本吧 太子居然喜欢上了一个在青楼遇见的女子 只因这女子曾将她压在身下 让她欲罢不能 于是她决定娶这女子为侧妃 却没想到被拒绝了 但她不管 反正她的侧妃之位永远给夏甜甜留着 等出了将军府后 她皇姐便在马车上好奇地问她 你好像是第一次跟夏家小姐见面吧 怎么一副非夏小姐不娶的模样呢 太子故作深沉 皇姐不是说了务必让将军府为我们所用吗 那还有什么比娶夏家小姐更有效的呢 长公主听后放心了 看来皇帝并不像被美色迷了双眼的恋爱吗 只希望夏甜甜能如愿上钩 能对得起她皇帝如此卖力吧 而在另一边 将军府的夏老将军已经起了疑心 许氏府内已经有皇家的探子潜入了进来 今日公主和太子才能如此悄无声息地进入将军府 现在横竖都是威胁 倒不如放手一搏 于是夏老将军答应了帮女儿炸死逃离太监府的计划 等出来后再让她大哥把她送去别的地方 从此隐姓来明 再也不要卷入这些纷争之中 夏甜甜听后感动地哭倒在爹爹怀里哭了起来 爹爹向她道歉 女儿啊 是为父无能害你落到如今这般甜点 大哥也向她道歉 是我这个长子无能没保护好妹妹 而就在这时 侧门竟忽然被人打开了一条小缝 夏甜甜的双胞胎哥哥正在门外悄悄注视着这一切 她难过极了 没想到爹爹眼里只有大哥和妹妹 每次有事都拉下她 原来她就是个不被重视的次子 而很快 夏甜甜便心满意足地回了太监府 没想到太监已经在屋内恭候她多时了 把她吓了一条 大人来我屋里 夏甜甜听后不禁在心里吐槽 大太监这分明是在怪她独自回娘家 居然还装成一副深情款款的样子 恶心坏了 于是她故意跑到了大太监身旁坐下 紧接着也开始装成深情款款的样子 跟大太监说道 大人公务繁忙 我不好意思麻烦大人 所以独自回了娘家 大人不会介意的吧 果然大太监迅速起身 问她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了 可下一秒 大太监的手竟忽然握住了她的双肩 紧接着整张脸就凑了上来 你我可是夫妻 怎么能说麻烦呢 夏甜甜慌忙后退 你明明你那贴身是女的 怎么不见了 本座已经把她打发走了 哈 夏甜甜惊呆了 她明明才刚报完那是女的大头 还送上了好多精英首饰 怎么这么快就被这太监给打发走了呢 大太监解释 听说夫人误会了本座跟那丫头的关系 所以为了不让夫人乱吃醋 本座就让那丫头回老家了 不过话说回来 听闻岳父府上今日来了两名客人 不知来的 究竟是何人呢 太监活了十几年 头一次见有人跟她抬杠 明明别人看了她都两脚发软 夏甜甜净丝毫不惧 听闻岳父府上今日来了两名客人 不知究竟是何人呢 就两个远房亲戚 知道我回门顺道来看看我而已 那既然是亲戚 为何要故意遮住面容入府 那两人是染风寒 怕传染才遮住面容呢 要不大人你告诉我 你安插在我家的探子都是谁吧 我帮你把他们调去守门 这样你就能对进出我家的人了如指掌 都不用问了 太监尴尬地倾咳了两声回绝调 明明所有人都怕她如蛇血 倒是头一次让她看到胆子这么大的 夏甜甜从她的眼神中看出了几次欣慰 仔细一想 这大太监不过只是个十八岁的少年狼而已 居然就在这危机重重的皇宫里步步为营 被魔力得比同龄人更加事故 果然全眸催人老了 真是可怜 大太监忽然转身称自己还有公务要忙先行离开 夏甜甜这下终于松了口气 悠闲地平起了大太监先前放在这里的茶 此茶未如甘霖 别说大太监还挺会享受的 这时她的贴身丫鬟突然凑到门口哆哆嗦嗦地感叹了 小姐你怎敢跟大人这么说话 奴婢见大人都害怕得两腿发热 听说大人穷凶恶极手段残忍 朝中很多大臣都死在了她手里 夏甜甜则得意地哼哼着 有什么好怕的 不过是个十八岁的小屁孩已能有多大能耐 小姐 你说大人十八岁是小屁孩 可你不也才十六岁吗 切 我心里年龄可比她大多了 她得叫我姐姐 反正只要等爹爹把她救出去 她就能彻底跟着反派大佬划清界限了 可下一秒 反派大佬居然折回来了 不 应该说这反派大佬压根就没走 刚才的话全听到了 夏甜甜瞬间被吓到木凳口呆 大太监则又凑到了她跟前缓缓开口 本座来取自己的茶伙 没吓到你吧 姐姐 夏甜甜的脸已经拧成了痛苦面具 爹哥要快来救命吧 再晚一步她恐怕就要死了 而等大太监真的离开了后 丫鬟便趴在她腿上哭诉了起来 夫人啊 你还是管管你这张嘴吧 否则我们真的很难活着离开这里啊 夏甜甜开始动起了小脑筋 心想爹爹虽然同意了她的炸死计划 但总得找准时机才能行动 那在此之前 她绝不能让大太监看出破绽 看来她得先营造出喜欢留在这太监府里的假象 让大太监放松警惕 有了 要想拿捏住男人的心 首先要拿捏男人的胃 于是她立刻吩咐丫鬟去城中几家最有名的糕点铺 把糕点买回来 她就不信了 以她的美式品鉴能力还拿不下大太监的味美 很快 精致美味的糕点都被买回来了 夏甜甜开始加工 把这些糕点揉碎再混合到一块 夫人 你这是在做什么 去水印啊 起码让这糕点看起来是我做的吗 这 这能行吗 怎么不行 这些糕点的味道都不错 混合在一起肯定也好吃 听说五人月饼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没毛病 可是您刚刚好像没洗手 不用在意这些细节 为了拿捏男人的心 从没下过厨的女孩居然决定亲手给夫君做糕饼 首先是让人把全城最好吃的糕点都买卖 再揉碎重组去水印做成新的 这样就变成她做的糕点了 来 夫君快尝尝吧 本作 本作不饿 糕点是解馋的 不是解饿的 大太监害怕的咽了咽口水 结果却被夏甜甜捕捉到 他就知道大太监肯定喜欢吃糕点 看来他真是机智的哑批 反派一般都有个悲惨的童年 像大太监这样从小入宫当太监的 肯定被作者安排了一个惨到惊天地气鬼神的绅士 小时候恐怕是连一块糕点都吃不起 在这深宫之中尝尽人间七苦 哎 可怜 真是太可怜了 为了让大太监吃得开心更吃得放心 他竟拔下了头顶的金钗往糕点中戳去 金钗没有发黑 说明这糕点无毒 大人 这下你可以放心吃了吧 本作 本作不是怀疑你下毒 我不信 除非大人尝一口 大太监拗不过 只好接过了糕点尝了一小口 这味道直接冲上了他的天灵带 让他想到了又是上街的情景 别人家的小孩都有糕点吃 女人却不愿给他买 除非他有朝一日能坐上那个位置 才能有数之不尽的糕点可以吃 所以他长大到现在从没吃过一块糕点 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 大太那些曾在街上看到的糕点都跟这块一般美味了 于是在不知不觉中 他竟把盘里的糕点都给吃光了 夏甜甜十分满意 答应以后尝给他做 结果在接下来的几日里 夏甜甜几乎日日都会给大太监端来各种各样的好东西 这让大太监感到十分奇怪 莫非是将军府要向他投诚吗 于是他即刻命人把今年陛下赏赐的最好的珠宝首饰都给夏甜甜送去 后院的妾室们看到后眼红极了 因为他们所有人至今为止加起来都没收到过这么多赏赐 没想到竟给夏甜甜一口气赏了这么多 本来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可在这日 大太监在来找他时静不小心听到了这番话 大太监对我的好不过只是做做样子 像他这样的人 越在乎一个人就越会把人藏起来 那侍女八成就是他的心上人 估计是怕我嫁进来让那姑娘受委屈 所以才把人给送走了的 大太监听后脸一黑 明明刚走到门口又立刻折了回去 而次日 他便把侍女从乡下特意叫了回来去给夏甜甜当丫鬟 还美其名约是去让其盯着夏甜甜的 侍女虽不情愿却也只好答应 于是下午就来到了夏甜甜的屋里报到 夏甜甜简直不敢相信这大腿又回来 于是赶紧让侍女上坐在身旁贴心伺候着 姑娘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分付 我先给您敲会儿腿 来 这是我亲手做的点心您吃 来 这是大太监给我的珠宝彤彤给您 还有什么要求吗 您尽管说 太监为了挽回夫人的心 竟把小情人送进了夫人房里当丫鬟 没想到夫人非但没有理解她的忠心 还把这小情人日日在房里供着给情妍妖捶腿 大人啊 您已经一连好几日都待在这书房 看同一本书的同一页了 今天 夫人还是没送点心来吗 是的 夫人把这几日的点心都送给 刚派过去做丫鬟的那姑娘 大太监听后失落极了 明明他都已经将侍女送去夏甜甜房里当丫鬟 表明自己不在乎这侍女了 为什么夏甜甜反倒去讨好侍女冷落她了呢 与此同时在皇宫的公主府内 长公主和太子正在院里下棋 皇帝可有听说 近日夏甜甜与那大太监恩爱有加 看来夏甜甜已经无法为我们所用了 还是杀了吧 皇姐莫及 或许我可以让夏甜甜这枚妻子为我们所用 你有把握吗 我可以试试 其实 太子也是个从现代过来的穿越者 他记得袁书中夏甜甜有次在无意间发现了大太监并非真太监后就被软禁了起来 于是长公主趁机派出死室潜入太监府杀了夏甜甜 消息已经传出 夏老将军便以为是大太监干的 哀怒之下 夏老将军跟长公主结盟共同对付皇后和大太监 这也是长公主取得阶段性成功的关键一路 本来她一个穿梭而来的穿越者不该干涉这么多的 但是 她总觉得夏甜甜不像袁书中那种刻板的古代女子 或许 她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也能改变夏甜甜的呢 于是一日 她便在大街上找到了正在逛街的夏甜甜 紧一个擦肩 她便将夏甜甜拐进了怀里问道 本宫不是曾警告过你不要试图获得大太监的宠爱吗 难道你就这么喜欢那太监吗 夏甜甜奇怪 她什么时候喜欢那大太监了 对了 太子肯定是来试探她的 于是她开始哭诉 谁不知道那大太监因很毒辣 为了下家 为了活命 我只得讨好那太监了 我一个若女子孤苦伶仃深入古学 我容易骂我 那你是真不喜欢那太监吗 谁喜欢那变态啊 不要命了 那你跟我走 我帮你离开太监府 夏甜甜吓了一跳 心想这不会吧 莫非是那晚她没让太子殿下吃到 所以对她产生了不该有的占有欲骂 于是她对太子露出了一个礼貌而不是刚大的微笑 殿下 我们是不可能的 不是是怎么知道呢 你想要什么本宫都可以满足你 本宫只有一个要求 所以我离开大太监 立刻马上 好吧 我答应你 这下可以放我走了吧 其实夏甜甜本就打算离开太监府 只不过不是去太子镇 可现在她只能先答应太子再另做打算了 明明才刚跟太监成完婚 转眼居然就想要炸死逃离这太监府 于是她大哥深夜给她送了具尸体过来 大太监近期出京办事 炸死计划开始启动 快摆弄好尸体 尽快离开太监府 等等 这尸体好像就是个纸扎的假人吧 大哥 难道你当那大太监是傻子吗 那些下人肯定不敢近距离看他 到时候把纸人往被子里一概骗过他们就行了 然后在赶在大太监回来之前火化成灰 肯定不会有人发现的 大哥 你以为那些下人也跟你一样傻呀 快去厨房帮我偷点面粉团子过来 还有把我所有的腌制水粉都拿出来 在经过夏甜甜的一阵倒腾后 纸人尸体竟与她的样貌惊人的达到了九分相似 紧接着她又拿出了一把剪刀往尸体胸口戳去 再咬破手指将血往伤口抹去 现在看上去简直跟真的一模一样 随后她便吩咐丫鬟一会儿记得要大声哭喊 让整个太监府都知道自己死了的事情 丫鬟为难说自己哭不出来 夏甜甜便在她腰上用力一掐 一阵惊天动地气鬼神的哭喊声就从房内响了起来 来人哪 救命啊 夫人她掐了 夫人自尽了 被大太监派来夏甜甜身边的侍女纹生跑过来 你家主子怎么就死了 她想不开自财了 侍女看丫鬟哭得这么伤心 想不到对夏甜甜还挺忠心的 可实际上确实 夏甜甜把她掐得可太疼了呀 府上是缺她吃还是缺她穿了 怎么忽然就想不开了呢 夫人从前其实有个相好 那人知道夫人嫁人后就三番五次找夫人麻烦 而且还逼夫人合理 若不离就威胁把情史都给抖出来 那确实是死了干净些 不过如今死在咱们府上传出去怕是不好听 若夏老将军问起你就说夫人是急症死的 明白了吗 是 奴婢知道了 次日夏甜甜突然急症暴毙的事就传到了将军府 大哥跪在她尸体前哭得伤心 小妹你怎的如此肤浅才当嫁人就病故了 既然人已死 烦请尽快安排火化 也让我家小妹能在地下早日安息 可是公子 咱们家大人还在外出办事 此时还得等大人回来之后再做决定 不行不行 既然小妹是突然恶极身亡的 火化是最好的方式 还请尽快安排 侍女犹豫着答应了 不过这却让她感到十分奇怪 为什么夏家人不追求夏甜甜的死 反倒是要求尽快火化呢 而很快 夏甜甜死在太监府的消息便已经传进了皇宫 太子收到了长公主的秘姓 以为是她将夏甜甜弄死的 干得漂亮 她心碎了 没想到她阻止了长公主 却没能阻止其他人对夏甜甜下毒手 难道说 这是夏甜甜既定的结束吗 是不是无论做什么都改变不了 其死在太监府的结局呢 她吩咐下去 这几日自己不理朝政 所有人都退下吧 与此同时 京城外的大太监也收到了夏甜甜自杀的消息 大人 皇后吩咐的事还没办完 接下来该怎么办 回复 立刻 可皇后娘娘那边如何交代 本座自会交代 速速被马 她明明才刚嫁人 居然又诈死恢复了单身 原以为马上就能出城去过上种田的悠闲生物 却怎想父亲竟带来消息说 她的双胞胎二哥离家出走了 而此刻的她还并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二哥一个大男人 想去哪儿去哪儿没必要担心吧 可你二哥是跟丞相之女苏清兰一起走了 而苏清兰可是未来的太子妃啊 这样啊 我知道了 什么 二哥跟未来的太子妃一起私奔了吗 天拉撸 没想到她那个娘娘枪二哥出去了 居然还勾搭上了准太子妃 可等等 准太子妃居然会喜欢二哥那样的娘娘枪 原来娘娘枪真的有市场啊 爹 那现在该怎么办 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让你假扮成你二哥 且不能让其他人知道这件事 夏甜甜的种田梦瞬间破碎了 而次日 她就被缠上了整整三层果胸 并把她那引以为傲的34C摧残成了一马平川 小姐啊 真是苦了你 可二少爷毕竟是宫中侍卫 今日起你必须给替二少爷进宫当差 要是被人发现一样 下家就完了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怎么她自从遇到太子后 在这本书里的命运就变得坎坷了 莫非太子克她吗 看来她以后看到太子得躲远点 毕竟命波不惊克 很快 她便进到了皇宫为实习就开始当差 可还没走几步 竟被人一掌给推倒在了地上 你怎么跟个娘们似的走路都走不稳 就你这若鸡仔 要不是看在将军府的面子上 哪能轮得到你做侍卫 夏天天这才知道 原来二哥在宫里混得这么惨 看着世强凌弱的德性 他定要帮二哥出了这口恶气 于是他晚上回府后 就开始在纸上不停涂涂画画 一幅幅妙媚妖娆的春宫美人图 就这样在他手上被创造了出来 原来他穿越前乃是个小有名气的漫画家 之前没机会画这种漫画 没想到穿越后静原了他的梦 看来他马上就能给二哥出气了 于是次日一早 那三个侍卫住的地方就来了一群官差 只因有人在洒扫时在这搜到了春宫图 这可是大忌 大人啊 这不是属下的 属下真不知啊 那要不要禀报陛下 让陛下来给你们评评领呢 不不顾我们领法 请不要禀告陛下 那你们就都自续领三十大板 三个侍卫顿时抱头痛哭 夏天天则在门外偷笑 毕竟古代没有监控 栽赃可太容易了 让他们活该欺负二哥 可报仇一时爽 站岗火葬场 自从缺了那三个侍卫后 值班人数就不够 导致他一个人在大太阳下 连站了好几天岗都不能回家 而这日 他竟在站岗时偶遇了 最不想遇见的人之一 太子殿下 要命 看来他得赶紧想办法躲起来 一个温神 别看过来别看过来 可下一秒 太子殿下却满脸惊喜地走过来问他 夏天天 你怎么会在这里 完了 被温神看见 看来他好日子要到头了 太子则满脸欣慰 原来他还活着 可下一秒 夏天天便将声音故作粗牙 给太子泼了盆冷水 心顿时又凉了半截 可在看到他的脖梗时又起了疑心 这脖梗如此纤细不似男性 反而更像一个女性 于是太子让他抬起头来 这可把他吓得浑身一紧 只得硬碰硬猛地抬头 给太子表演了个斗鸡眼 对不起太子殿下 属下之罪 但属下的眼睛是天生的 还请殿下见谅 他明明都已经死了 却又女扮男装出现在了皇宫里 为了不让人发现他是炸死 只好当众给太子殿下表演了个斗鸡眼 可这在太子心里 却恰好坐实了他的身份 只因宫中侍卫 怎么可能会找斗鸡眼 分明是夏田田想预盖弥彰 要隐藏身份 也不会用聪明点的办法 如此笨拙 在这宫里怕是活不过两天 于是他便下令 让其从今日起坐自己的贴身侍卫 可夏田田听后立刻就叫了起来 属下不愿意 糟了 他刚才一着急 居然把心里话给抖出来了 太子脸一黑 你是想违抗本宫的命令吗 属下不敢 天拉撸 居然在皇宫里抢抢侍卫 到底还没有没有王法 可没想到这时 大太监也来了 难道是他今天出门没看皇帝吗 怎么不想见的都凑一起了 大太监瞪了他一眼 把他吓得浑身一击灵 完蛋了 这眼神肯定是知道了什么 若是落在大太监手里就完完了 不过太子却护着他 本宫想要一个贴身侍卫 你也要拦着吗 殿下息怒 侍卫的调动手续繁琐 还请殿下耐心等待 若本宫一定要现在将他带走呢 陛下让臣代管宫中侍卫 还请殿下不要为难威臣 你少拿父皇来压本宫 臣不敢 这杀气 夏田田隔着老远都感受到了 今天他不管是落在谁手里 恐怕都要被生吞活锅吧 结果还是太子手速快 直接将他丢到了侍卫 跟前吩咐将他带走 大太监在背后想要追上 却被身旁的小太监拦住了并提醒他 现在不是和太子闹翻的时候 大人难道忘了自己的使命了吗 大太监狠狠咬了咬下 夏田田则很快被扔到了太子的井殿 门砰的一声被关上 他被一个人留在了这里 他抬眼一看 屋内的陈设让他感觉到了一阵寒酸 好歹这也是太子住的地方 怎么会这么简朴 难道电视剧里那些美轮美奂奢华大气的东宫 都是假的吗 平民用的杯子 鞭加的摆设 先前他在太监府时 好歹用的都是崭新的井被 完了 以后若在这里上班待遇恐怕比这还差 与此同时 太子和大太监这边还在对峙 大太监率先开口道 太子殿下 您为何执意要将那人收为贴身侍卫呢 本宫看他有趣 平日里想跟他说说闲话不行吗 当然可以 殿下是太子 要走一个侍卫自然无可厚非 只是怕殿下若想通过拿捏一个侍卫得到别的东西 那可太冒险了 你无权教本宫做事 不知太子殿下可还记得 您前段时间所种的春药吗 那可不是春药 而是春骨 一个月发作一次 不知道殿下的东宫可有暖床的美名吗 太子恍然大悟 难怪那日他找遍了所有风月场所都没有解药 原来中的是骨 他记得元书中 太子十五岁时皇后就往东宫塞进了各种美人 尽管长公主一再提醒 但那时的太子毕竟只是个不安适适的少年 导致原本就弱的身子被吸干了惊气 还没熬到登基就生云了 而他则是在五年前穿越到了这太子的身上 一直警觉地远离着皇后送来的美人 却没想到百妮一说 中了他们下的骨 现在大太监堂而皇之的承认 定然是有了全身而退的准备 若没有证据贸然出手 不仅会暴露他隐藏了多年的实力 还会中了他们的圈头 于是他问大太监究竟想要什么 大太监也很干脆 要他把刚才带走的那个侍卫还回来 他已经被逼到女扮男装 却依旧被这两个大男人疯狂争抢 太子为了得到他将他囚禁在了寝殿 太监为了得到他则给太子下了股 逼太子把他交出来 可太子哪怕中了猎骨 却还是不愿把人交出来换解药 同时他也不愿做以代理 既然大太监给他下股 他便决定给大太监下股 以此来增加筹码 而这时侍卫忽然来禀报 那个被带回请殿的人说家中有事先回去了 太子一听立马拍桌而起 有种十分不好的预感冲上心头 与此同时夏田田正在繁华的街市上尽情潇洒 只因他先前被关的太子府实在太穷 连个将肘子都没有 可馋死他了 难得从宫中出来 于是他又描上了青楼 决定再进去找几个小官好好放松 可正当他跟小官们喝在信头上时 竟在隔壁遇到了大太监 然而最久的他此刻已经神志不清了 美人 你看着好眼熟 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 夫人 你可让我好找啊 紧接着夏田田便被大太监一把暴气压到了身下 美人 你怎么比我还猴急 夫人之前不是说喜欢女子的吗 为何刚才会左拥右抱搂着两个男子 他心情复杂 没想到夏田田居然真的女伴男装藏在了太子府 天知道他为了找夏田田付出了多少代价 不过索性 夏田田还活着 忽然夏田田抓住了他的衣领凑了上来 美人身上真香 我喜欢 大太监的心脏书的意境 一股难以言喻的灼烧感冲上心头 不好 刚才他在青楼喝下的茶水中有毒 而下一秒太子竟冲了进来将夏田田一把固在了怀里 大太监则不服气地跟太子争吵了起来 他可是本座名媒正娶的夫人 还请殿下放手 若本宫说不呢 其实在你给我下骨的那天 他就已经是我的人了 今日你也尝尝被下药的滋味吧 可恰好在这时 那股难以言喻的灼烧感也冲上了太子的心头 好巧不巧 他身体里的鼓毒翩翩也在这个时候发作 夏田田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 就看到两个角色美男脸带朝红正在大喘着粗气 没想到青楼这一阶的小官质量这么高 看来他今夜有福了 田田你别 你别乱来 别乱摸呀 结果次日一早 青楼内首先爆发出的就是一阵杀猪般的叫声 夏田田从床上醒来后 就看到太子和大太监两人衣衫不整委屈巴巴地坐在旁边 你们怎么在这里 昨天发生了什么 田田 你昨晚和我们做了夫妻之事 难道是想要翻脸不认账吗 夏田田瞬间射死 怪不得他此刻腰酸被痛占不起来 于是只好拿被子小心翼翼地裹住弱小的自己问道 你你你你你们 想怎么样 结果两个大男人一口同声地说道 嫁给我 干 你做梦 夏田田无语了 他总不可能同时嫁给两个人吧 难不成一人劈一半吗 翻书后少女就被两男争抢 前是爱当小管的太子 让他做自己的侧妃 后是假装太监的都公 让他做自己的夫人 夏田田直呼心力 自己一个人 又不能嫁给两个人 文元率先发起攻势 让太子做夏田田的侧妇 自己可以勉强同意 说着就将内力运到掌心 朝着太子打去 想着他发现自己不是真太监 今天必须要除掉他 太子一个侧闪躲过攻击 都公是不是有个通房叫云香 没想到都公也是个贪恋美色的 文元文言 眼神偏向夏田田 解释云香只是故人之女 自己只有甜儿一个 夏田田哪有心情想这些 毕心只想着快点逃离这里 不然自己的小命就要交代 夏田田走后 两人才停下争动 太子看向文元 表示要和他好好谈谈 他坦白自己知道这个世界的秘密 包括文元和田田的秘密 文元有些惊讶 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你只要知道天子之位 自己不会和你争夺 那本就不属于自己 自己只想改变夏田田的秘密 让他平安地度过余生 但凭一己之力很难 若你心中真有甜甜 或许可以合作 夏田田回到下方 找到爹爹和大哥 说身份被太子和文元发现了 爹爹想着说出夏成郡和太子妃私奔一事 让他们双方相互之后 夏田田泪眼汪汪地看向老爹 这次恐怕不行 自己不小心把他俩一起睡了 而且文元竟是个假太监 现在他们都让自己负责 老爹和大哥直接惊到实话 这是造的什么面啊 编剧都不敢这么写 没有办法 只能让夏田田收拾包袱出城 找个没人的地方躲一躲 夏田田挥一挥衣袖 向大哥和爹爹告别 不留下一片云彩的朝城外奔去 自己终于不用做田狗了 现在天空看着都变蓝了 空气闻着也更清晰了 还没享受一挥自由的快乐 太子和文元就带着御林军追了过来 这是什么鬼 主角和反派一起追着我跑 这剧情也太魔幻了吧 太子告诉夏田田 他和文元已经商量好 他做大 自己做小 文元也表示 他们会联合对付皇后争天下 将来给夏田田一个无忧无虑的未来 夏田田直接无语 什么做大做小 我同意了吗 你们这就决定好了 还有这剧情走向有点不太对啊 还没反应过来 两人同时伸出手 夫人我们回去吧 夏田田觉得他们是不是疯了 恋爱脑也太可怕了 这事不逃 更待何时 下面就上演了一场 他逃他们追的经典戏码 夏田田欲哭无泪 你们不要过来啊